金山区黄溪桥旁的道路下六股 因为路很小 居民汇车往往都要退上好长一段路 才能通行 因此把好当天 李明跟里长也趁着第十河川局人员 到现场探勘 电杆迁移时发表了意见 希望石河区在堤防工程进行时 能够一并的把道路拓宽 避免二次施工 浪费公帕 也给当地的居民方便的行车空间 金山区黄溪桥日前完成重建工程 一旁的堤防工程也在进行中 而右岸的工程完工之后 也紧接着左岸要开始动工 在左岸的道路下六股 因为路幅狭小难以汇车 丹地居民以及里长也期盼能够拖宽 更加希望在堤防工程进行时 能够一并施坐 避免二次施工浪费公帕 因此也趁着今天第十河川局人员 到现场探勘 电杆迁移时以时澄清 希望能够获得拓宽的改善 拓宽是说尽量做 来给我们做点看 平常是在这边过来不是吗 对啊 较方便 是这样的问题 每个地方都收拾不收 对啊 车没收拾 做人是很辛苦 这车才应该车来 他说平常车来两车来 两车过来 这只收拾不收拾不收拾 这只顶多车到这个大 这才能够过 这样比赛很不方便 我是觉得说 如果这个机会 可以让大家看大条线 两个人会想象 大家日台也通常走 我也覺得好 我們附近的基民唯一的要求 順序的機會往外延伸兩米 把馬路透寬 因為這一條可以說我們六孤里出租的 主要交通幹道 那現在往完 基民往完非常平緩 現在可以說中六股 上六股 人民都往這一條 當地裏民表示新橋做好了一旁居民要進出的道路 卻還是一樣狹窄 不論是開車還是農機具的進出 要會車往往都退到無路可退 相當不便 因此期盼在這次的提防工程施作時 可以一併將提防施作位置再往外推兩米 讓車輛可以會車通行 而民眾的成期現場市議員以及立委服務處 也都到現場關心 提出建議 必須要經由水利署裡面的規劃 單位 他們再重新來計算 計算 透過兩米會不會影響到 他們行水區的行水的安全 對不對 那如果說 水利署他們的規劃科裡面 既然出來來透過兩米不至於影響到 他們的安全的話 那公告才得以實行 所以還是必須要等到我請那個水利署 能夠儘快將這案子來送到他們的規劃 單位裡面重新來做一個清算規劃 這樣才對 但是公告修正它必須要有水裡計畫 就是它還要去計算這個水 分析這個水的計畫 那我們還是盡力 那會議紀錄我們就強烈建議 公告能夠做修正 在與第十合川局承辦人員呈情過後 居民提出拓款的建議 因為有可能會讓現在的提防工程 施作設計圖改變 牽涉到水裡重新評估 以及行水安全的疑慮 還要將意見待會評估後 商議可行性才能夠下定論 為此明代服務署也表示 將會再次辦理下次的會看 持續追蹤 讓居民有方便的湧入環境 記者大平函金山採訪報導